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集的《独默唱销榜》 这本是热门话题 我是立专辈 我是沃甫 老师 我当立专辈这么久了 一直有个疑问 就是啊 为什么没有助理陪我一起录影 录影是你的事吧 就算有助理 他也不用一起入镜吧 是这么说没错啦 但是我是说一起录 所以啊 他可以陪我到摄影棚啊 然后帮我提吃啊 帮我倒水啊 帮我山峰啊 然后还帮我补个妆啊 这些你不是都已经喜欢导演做了吗 才没有 那是因为我们导演人好 而且有导演可以喜欢就好啦 不一定要请助理嘛 请助理表示你要当主管 当主管很麻烦 老师 你怎么突然这么感叹 难道你终于发现爱丽丝很烦了吗 爱丽丝没什么问题 我会讲这个是因为畅销榜上的 当上主管后难道只能默默崩溃 很多人觉得当上主管之后就有人可以用 那殊不知道很多时候叫别人做事比自己做事还麻烦 尤其是当公司的中阶主管 一方面要应付高层 一方面要注意下属的状况 要是遇上能力差或者态度差的属下 不但等于没人帮你做事 你还得帮很多人收拾残局 这本书就讲了很多当上主管之后会遇到的崩溃案例 同时提供对策 从面试到把人开除都有绝招 当然了 当上主管不见得一定会很惨 但是知道怎么面对可能会发生的问题 总比只想到怎么有人可以使唤来的好 什么 当主管了还是不能只出一张嘴吗 当上主管之后除了你自己的个人专业之外 还要花很多时间处理人机问题 除了下属之间还有部门之间跟老板之间总之很麻烦 不过话说回来 早一点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法 持续充实专业 早一点知道怎么处理人际关系 可以在团体里生活得更自在 多管要不要当主管 这都不是坏事 我们的读者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因为在这回的畅销榜里就可以看到很多这类的书 例如《超速学习》 老师 我最讨厌这么浮夸的书名 超速学习到底是有多会超 超速学习的作者是蛮会超的 他曾经在一年内从零开始 学习了西班牙文 葡萄牙文 中文和韩文 太夸张了吧 那我知道了 他一定是脑袋溢于常人的超天才 重点就是在作者时考特洋 并不认为自己是天才 他认为自己只是用了正确的学习法 在超速学习里 他就列举了自己在快速学习的时候 拟定了策略 照这些策略进行 就算你无法达到跟他一样夸张的成绩 也绝对会发现自己有惊人的进步 除此之外 也有研究发现 能够让人快速学习的另外一个重点 在于你怎么使用学到的知识 也就是说 我们一直都觉得学习是一种输入 但是如果你懂得怎么输出 你就更能够有效的输入 等等 你是说学乙自用还会让你更会学 这么神 那像我这么努力李明服务 学习力不就超标了 所以李明服务有让你学乙自用吗? 没有 又没有理督北戏 刚才你去开一个好了 培育更多这个服务响你的热心青年 最高学乙自用法 就是以精进输出为主 借以提高输入效率的学习法 这样的方法不但可以增加学习效率 还能让你在表达意见或处理工作的时候 更能够发挥所学 一举两得 哦 这个听起来还不错耶 但是老师啊 一直学习是很累的耶 有时候不是人家不想学习 而是真的是每天都身心俱疲的啊 其实觉得常分心 心情郁闷或身体疲劳 不见得真的是心理或生理的累 而是你的大脑使用超窄的 脑力回复这本书 告诉你用REST的口诀 记下让脑力回复的重要步骤 这些步骤可以有效地释放大脑的疲劳 你就不会觉得身心俱疲辣 让思去清晰 工作有条理的大脑整理习惯 则提供清理大脑 杂乱咨询的方式 时常清掉不必要的垃圾 你就可以让大脑一直有余裕 放松地处理事情 但是老师啊 像你这样一直在看书啊 大脑是不是都没什么在休息 我的确花蛮多时间在读书 不过大脑其实蛮常休息的 一直没有休息的可能是眼睛 难道老师你在看书的时候 都在放空吗 其实只要读不同种类的书 活动不同区块的脑子 就跟休息是一样的 我觉得Ring Moore读者 应该也是这么想的 因为《畅销榜》上 除了这些天天学习天天向上的书之外 也有很多小说 而且入榜的小说 这个种类都很不一样 例如当红推理影集 《谁是被害者》的原著 第四名被害者 故事的场景就是现代的台湾 所以除了推理悬疑案件之外 也有对当代社会的观察 又例如《读者超完很久》 《终于上架》的《大唐悬疑录》系列 包括蓝亭序密码 《玄机图密码》 《长恨歌密码》 《推背图密码》 把我们熟悉的中国文学和历史经典 变成推理的重点 什么?蓝亭序、长恨歌 这里面真的有密码吗? 我也不知道 一般来说我会把置入真实历史的小说 当成是可信的历史资料 毕竟作者故事编的好不好 比史料正确来得更重要 有些作者自己很在意史料是否正确 例如日本的《司马遼太郎》 据说只要他开始写某个时代的小说 他家附近的图书馆和书店 相关书籍就会被他扫货清空 《司马遼太郎》自己家里的藏书室 规模也很惊人 但再怎么在意史料正确 还是有考证魔人指证过《司马遼太郎》的时代小说 甚至开玩笑地说那叫《司马史官》 但是以小说来看 《司马遼太郎》的小说是真的好看 甚至可以只靠他的小说 就让大家对《历史人物》完全改观 哦?哪一本这么厉害?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以新玄祖副长 土方穗三为主角的时代小说《燃烧把劍》 先前新玄祖被视为维新时代的麻烦人物 但是自从《司马遼太郎》的小说出版之后 用正面角度来描述新玄祖的作品就陆续出现 老师你也知道我比较喜欢在地的故事啊 那台湾有没有这样的小说啊? 这次的《上小榜》的确有一本小说 提到了更久远之前的台湾 这本小说叫《风暴之子》 故事从台湾国宝人寿形欲绝开始发响 加上《悲难遗址》出图了大量口谷资料 描述新时期时期的台湾传奇 哦!这个题目好像很特别耶! 《雷木》读者的口味真的很多元耶! 的确! 连超级经典 但是很多人根本就读不完的《追忆似水年华》 都会进入我们的《上小榜》 你就知道不能小看《雷木》的读者 不过像这种一套七本的大布头套出读不完没关系 这次的《上小榜》有用字精简的《寻心者》 这是郭强生的最新小说 字数不多 但是余韵无穷 读了会让人家对情感的流转 产生无限的感叹 老师!每次讲书讲到后来啊 你好像都很感叹 难道没有快乐一点的书吗? 我感叹跟书没有什么关系 纯粹只是人老而已 不过你刚提到快乐 让我想到《上小榜》上有一本《真正的快乐处方》 大脑放松、活化 就会有真正的快乐 这本书就会针对这一点提出实用的建议 大脑放松哪需要什么处方啊? 像我大脑都从来没有紧绷过啊 好!收工了收工了 拜拜! 拜拜! 诶 老师! 其实真正的快乐处方 才不是什么大脑放松咧? 哦!不然是什么? 就是要有助理可以使唤啊! 那就告诉你当主管很麻烦咩! 啊!主管这种鸟缺谁要当啊? 我要当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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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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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鸟缺谁要当女王! 那种鸟缺谁要当女王!